今天我打算首先概括一些全球正在发生的事情,但特别要谈一下金天尼格尔、朱利安、阿萨德,我们将探讨他的一些近况以及对未来的一些预测。 我们的新闻在欺骗我们,关于像阿桑奇这样的人,问题是,他是一个叛徒,泄露了真正属于各国的信息,还是一个揭发者,帮助人们看清事情的全貌,获取本来他们应该早就知道的信息。 当然,这就是巨大争议的所在,因为现在我们得不到完整的新闻,是吧?我们得不到新闻。 我是说,目前我问的问题是,凯特、米德尔顿、Kate Middleton没事吗? 凯瑟琳,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在留言,他们不叫他凯特,叫他凯瑟琳,键盘站是凯特,凯特听起来更好一些,凯特、米德尔顿是健康的,还是有病呢? 我们被告知的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并很快得到一些信息,也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是英国议会发生了什么事,众议院议长克尔斯塔玛·Kirstama在搞什么鬼? 我相信我预测不久将会有更多关于克尔斯塔玛的信息披露出来,他说了一些不当的话,做了一些幕后的事情,甚至可能导致他倒台,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让我担心的是,我们是否得到了正确的信息,或者应该有更多的揭发者出现? 我预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太空一直在被武器化,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卫星受到威胁,还有许多其他的影响因素,当你考虑这些因素时,我们是否不需要一位揭发者告诉我们,英国政治和世界各地的政治发生了什么? 关于伊斯兰是否有未披露的影响正在政治中进行,以左右选票? 我预见到,将会有更多关于伊斯兰在英国政治和欧洲政治中产生非常强大的暗中影响的揭露 当然,我们还有关于北约和俄罗斯的整个问题,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幕后是否有其他交易?俄罗斯是否构成了我们甚至不知道的威胁? 然而,关于北约是否存在威胁,很快就会成为新闻焦点,从现在起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关于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的披露,这远比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要严重得多 所以,我们在英国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美国的人可能没有看到,但我们有所谓的地平线丑闻 多年来,背景中发生了各种事情,邮政总经理因为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被法律起诉,基本上他们被转变成了罪犯 普通的女士们被转变成了罪犯,受到起诉,入狱并被处以巨额罚款,因为法律的掩盖 今天我们看到的不是吗?在美国,我们不是看到了法律的武器化吗?针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法律的武器化,以及我们在政治和我们的世界的各个方面看到的法律的武器化 这实际上让我感到害怕 我认为,这显然今天的谈话是关于朱利安、阿桑奇 但在很多方面,它不是一种象征吗? 它不是在很多方面成为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象征吗? 特别是关于法律的武器化 因为,这只是关于法律吗? 还是更多关于政治和法律 所以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 朱利安、阿桑奇是一个象征 象征比任何枪支或任何军事力量都更强大 一个象征可以改变巨大的事情 对于许多人来说 它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反对腐败的一般斗争的象征 比如媒体的腐败、国家的腐败、企业的腐败和司法的腐败 我是说,它们都在勾结 你不认为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出我的感受 当我在讲话时,我试图从当间时代的精神出发 试图从当间世界的能量出发 我们不信任我们的政治家 我们不信任司法 我们不信任那些为智者和愚者制定规则的人 就像狄伦所说的 你知道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开始问问题了 谁应该控制信息? 我们不应该看到像我们对待阿桑奇一样 把人们送到贝尔玛士监狱吗? 我们是否应该允许他在英国留下来 并对抗他被引渡到美国的权利 他们说他将在美国背叛175年的监禁 我会再稍后谈到我认为会发生的事情 但我只是在这里设定基调 因为我是说,这个争论肯定有两面 因为你知道的 任何泄露个人信息的人都应该被视为对人们的背叛 对吧? 这是问题的另一面 我觉得对于哈里王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比如,他泄露了机密信息 我们看到他感到厌恶 所以,在这些人世之间存在着两种观点的争论 但阿桑奇,你知道的 他不是更像是告密者的世界吗? 因为当我们看我们的新闻和新闻报道时 特别是BBC 现在看起来似乎没有很好的报道这些事情 但真的有什么好的调查新闻吗? 我前面提到了地平线案 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调查新闻的揭露 没有调查新闻,我想是频道四对吧? 是他们曝光了这个问题 没有调查新闻,整件事都会被搁置一遍 今天就会有人因为他们没有犯的罪而服刑 人们的生活被毁了 所以我们需要调查新闻 我们需要揭发者,不是吗? 你知道,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 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审查权的力量 你知道,爱尔兰有什么仇恨言论法 我相信我不太了解 但也有加拿大的新法律 反对审查制度的法律 还有各种各样的在线安全法案 这些都会把人们赶下去 看看拉萨尔、布兰德 他应该被赶下YouTube吗? 我是说,他的观点有时候很极端 但我们难道不应该自己去听 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吗? 我们是这么愚蠢吗? 以至于我们会去做疯狂的事情 因为有人说了一些话 我们需要争论 学校里没有争论 你知道的 这让我感到担忧 对世界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认为世界的未来 必须有自由和开放的讨论 比如在潘唐吉拉的教导中 一个伟大的事情就是要有真相 我们必须有真相 我们现在甚至无法判断真相 我们已经迫害朱利安、阿桑奇 我想是15年前 危机解密发生的事情 我不确定 我可能错了 你们在评论中纠正我吧 但这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而我尤其担心的是 你知道的 什么是敏感信息 我们说敏感信息 我们不能允许这些 谁决定什么是敏感信息 对谁敏感 是对我们公众敏感 还是对那些 想要保持这些事情保密的人敏感 最危险的事情 我认为是在这里 正如阿桑奇再次成为 一个重要的象征 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人 嗯 我们看到的不是 我只是说了 这个争论有两面 但我们是否不能在他身上 看到一个人 也许是一个因为政治原因 而受到迫害的象征 而不仅仅是他所做的事情 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等待被引渡 而我也感觉到 他在很多方面 我也想说 我认为他在很多方面 我觉得他有一种 在某种程度上 有点自闭症的倾向 当我看着他时 我觉得他做了一些事情 但并没有完全考虑到 他行为的全部后果 我不认为他完全理解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 这在法庭上你无法争辩 但我们也在这里 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在美国发生在唐纳德 特朗普身上 我是说 人们会说 哦 你都是为特朗普说好话的 之类的话 并不一定 我的意思是 我是为了真相 但我认为 目前发生的事情 有很大的危险 我们再使用一个 再一次在另一个上下文中 获取的政治上的收益 政治被用作政治工具 法律被用作政治武器 这确实是朱利安娜 桑德身上发生的事情 这难道不是 另一个政治武器化的案例吗 我们是不是在利用法律的方式 让某人保持沉默 我相信 同样的事情 也正在发生在唐纳德 特朗普身上 就阿桑奇而言 特朗普有机会释放阿桑奇 对阿桑奇进行总统特赦 但他没有 他的总统任期结束时 没有这样做 我知道很多人 对他感到非常失望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背后的这些敏感信息 世界会怎样呢 如果我们知道 有关战争的真相 以及谁在出于什么原因 做出这些决定 是否会引发一些公众不安 媒体 国家 企业 司法机构 都在背后做着一些事情 有时我们确实需要 揭露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一两个危机解密 这件事情再次让我想起了特朗普的案子 因为罗素 布兰德 也谈论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实际上 他在Rumble上的观点 很值得一看 他也指出 其中的一位法官 之前曾代表过英国情报机构 MI6和国防部 而他是两位法官之一 将决定阿桑奇的命运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你知道 法官们也可能会受贿受贿 或者他们的背景观念 可能会过于强烈 就像我作为一个媒介 我必须尽量保持中立 如果我受到自己的个人观点影响太深 那就会出错 因为我们的思想会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 让我们回到危机解密和其他方面吧 首先 朱利安 阿桑奇是一个巨蟹座 所以在很多方面 对她来说都应该很艰难 因为巨蟹座通常都很敏感 另外 我相信她的月亮在天蝎座 我不知道她出生的确切时间 所以我假设她的月亮在天蝎座 这让她的性格更加丰富 也增加了她的情感一面 她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人通常为真理而战 他们在法律等方面非常擅长 射手座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 而将这个星座的慈悲一面 和巨蟹座结合起来 使她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一个 令人难以应对的人物 我认为对她来说也很艰难 现在我会稍后给你我的感觉 但我想我也会看看塔罗牌 塔罗牌不一定是预测未来的可靠方式 因为它们只是一个工具 所以工具本身不能回答问题 你需要解释技巧 和重要的是直觉技巧 但我对它们进行了一些联系 首先我使用了塔罗牌传统的凯尔特十字布局 这是一个简单的布局 所以如果你想查看的话可以查看 但过去的牌中第一张牌是正义牌 但这被放在了过去 所以我想 好的 这可能是从当前情况发展出来的 这可能是在我们做出判决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我内心感觉它在这个阶段不会被否决 或者说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它会被允许在英国继续待一段时间 会再延迟一段时间 我知道这应该是完全引渡 或者它是否可以上诉的决定 但我感觉这会再拖延一段时间 另外塔罗牌显示 未来会有困扰 它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它被女王剑挡在了前面 它也可能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法官 这表明目前它面临相当严厉的待遇 排证明例如 有八个A杯和五个A杯卡片 这些卡片是反向展示的 并且有一个来自某个地方的移动 所以虽然我认为现在会有一些延迟 但最终它会失去它的吸引力 但我认为阿桑奇会被引渡到美国 这是坏消息 每个人都觉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但奇怪的是 在引渡之后的卡片显示事情完全逆转 实际上是在美国取得了胜利 我知道这个人现在非常的生病 他们说所有的引渡都可能会把他送上绞刑架 杀死他 我们甚至有一个拥有所有毕加索作品的家伙 准备把他的作品烧掉 如果他在监狱里死了 我感觉到他的健康状况会有所好转 我知道这一定是极度的压力 我感觉他最终会被引渡到美国 但也有好消息 因为会有人帮助他 我认为会有总统特赦阿桑奇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这样做 我都不知道 我的直觉很奇怪 现在拜登会 因为我不确定 美国因为我不确定 这是如何运作的 但是当拜登离任时 他可能能够给阿桑奇总统特赦 然而我对此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即特朗普会给予总统特赦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 面对现实 唐纳德 特朗普被司法系统折磨得体无完肤 当他刚上任时 他否认给阿桑奇任何总统特赦 但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 他难道不能对这个人怀有同情之心 认为这也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我真诚地相信我们必须有新闻自由 很多人会认为 特朗普会做这种事情完全疯了 但我感觉 特朗普会是那个给予总统特赦的人 可能是错的 拜登可能会给阿桑奇总统特赦 所以这是一个难题 但这就是我看到的情况 我觉得这完全不对 但是最终总结 他将会被引渡到美国 阿桑奇将会获得总统特赦 我相信 那个总统特赦将会是特朗普 这就是我的想法 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当我经常做我的预测时 我经常会在远程进行 我不会现场出席 但我有时会使用塔罗牌 来确认我是否理解正确 我也会使用易经作为预言 我问了问易经 问他说了什么 他给了我们一个挂项 那些了解易经的人都知道 这是中国的挂项 不像是我去印度的纳迪一样 这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访问的 但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因为他给了一个周围能量的概念 我在想 如果我现在给他的妻子斯特拉 做一个预测 我会对他说什么 清楚地表达我的想法 那是我在思考的背景 我最终会感觉到 我想要给予安慰 尽管我们得到的挂项相当困难 因为我们所称之为的挂项 被称为梨挂 这是一个困难的挂项 它上面有座山 下面有地的启动 所以我们有一个 山在地之上的挂项 它给人一种想法 挂项中的顶线之一 是一个洋窑 它远离了五个窑 所以它脱离了 这是一个脱离的情况 梨挂中通常会涉及 各种各样的事情 比如争论 破裂 床榻被撕裂等等 但实际上移动的窑 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因为它是第三个变窑 我想是第三个 它是第三个位置的第六个窑 六表示 它是一个变窑 这意味着 我们有一个窑 从一窑变成了羊窑 对它来说 它说它与它们分裂 没有过失 这是使用威廉翻译的 我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翻译 但这是它如何描述的 让我想象你对此的看法 看看我的解释 是否与你的相同 因为它说 一个人发现自己 身处一个邪恶的环境中 它被外部联系所束缚 这就像是被困在监狱里一样 你无法摆脱你所处的境地 但它与一个优秀的人 有内在的关系 通过这个关系 它获得了稳定 使自己摆脱周围列等人的方式 这当然会使它与他们对立 但那并不是错的 那可能是谁 它与一个有权力的人 有内在的关系 它来帮助他 并给予他稳定和自由的能力 它说是自由的 所以我觉得这很吸引人 它如何直接命中要害 因为我个人认为 那是我所感觉到的东西的确认 可能是一个它有内在联系的人 那它不是特朗普 也有同样的内在感觉吗 无论如何 那是我的想法 我个人希望它最终被释放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独立的新闻媒体 你觉得呢 如果它被释放会发生什么 那不会更多的释放出媒体的信息吗 他们已经把它塑造成替罪羊 说如果你告诉人们真相 你就会受到这种待遇 这或许就是政治用来掩盖 那么多事实的原因 以及所有的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那么多事实的原因 这些事情 你现在就会遇到这个地方 怎么样 我会发现 你会不会觉得 这 就是 是